好了 各位同学 胜利与我们越来越近了 继续加油哦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七 用数字01234 哦 又有零了吧 继续往下读哦 隔一组成多少个小于2000的 没有重复数字的自然数 继续提问 跟我们的例6相比 这道题又哪里多了一个变化呢 有零了 我们说小于2000了 你刚才那是小于1000 这个不算太大的变化 是吧 非常好 最关键在这儿 加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不能有重复数字了 那接下来怎么做 相信各位同学心里是不是应该有数了 好 前面的火眼睛睛还是一样的 大海老师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反复把这个东西写上 就是希望我们各位同学一定能把大老师说的话记在心里面 碰到自然数没有要求它的位数只给了个范围 一定记得按位数来进行分类 所以我们完成的任务组成小于2000的自然数 怎么完成 按一位数 两位数 三位数和小于2000的四位数进行分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首先一位数 01234 数都可以的 五位 五个没有问题 好 两位数的话 那应该记得吧 首先先看十位 不能为零 对不对 那只有四种选择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需要注意了 跟我们的那个例6有区别了 不能重复 就意味着它的数字是不是跟它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应该就三种啊 你看这有四种 那少一种三种呗 对啊 对啊 是吗 同学们 都同意加压说的吗 三种 不对 想一想 想一想 应该是几种才对 四种 非常好 四种才对 为什么比那三种多了一种 因为谁又回来了 零 在在首位的时候 零是直接就被排除掉的吧 对不对 但是到个位的时候 零能不能出现啊 那零可以活蹦乱跳的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零在个位的时候又回归了 所以相当于是不是还是五个数字 然后呢 十位用去了一个 那个位数只要从剩下四个里选就可以了 所以两位数应该是四乘四是十六个 好 接下来三位数一样的道理 首位几种 四 很好 十位呢 四 非常好 这个时候个位呢 嗯 还是四 三 各位就是三了 因为又已经有两个数字占了嘛 对不对只剩下三个数字续选了 好 那四乘四乘三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四十八个 好了 最后啊 马上就胜利了 还有最后一类 四位数 首位几种选择 四种 为什么是四种呢 大家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是吧 哎呀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经常很可惜的一点 对吧 很多同学做完题之后 一对完答案 或者老师一讲 一个拍脑烧 哎呀 我得真的拍脑闻啊 为什么呢 就还是在读题的时候 这些条件没有真正的弄在 你记在你的心里 或者你没有真正的重视它 因为题目有一个 好像不太齐耳的要求 小于 两千 那这儿最多只能是几啊 一嘛 对不对 只能一千多吧 两千多三千多四千多不就超了吗 所以这个位置只有其中选择啊 一种 只有一这一个数字可以放上去嘛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位置应该是四种 三种 两种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好 最后存在一起 答案是二十四个 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吧 对吧 就这四类嘛 好 最后加在一起 最后一共可以组成九十三个 没有重复数字的 并且是小于两千的自然数 好了 那正好说到这里 大家老是多说一下 刚才咱们算四位数的时候 加同学是不是在千位这里 犯了个小错误 而这个错误 相信咱们的很多同学 应该是不是都感同身受 你是不是经常做起的时候 也会出现 那这里大家老是教个同学 一个小小的技巧 在平时做起的时候 如果你老因为漏掉了一些条件 而导致做起错误的话 那么你不妨在一开始读题的时候 用一些不同颜色的笔 把你读到的一些关键句呀 关键数字或者关键词语 给它标出来 然后当你做完题之后 去看一看 是否你标的每一个条件 都把它给对上了 这样去那一段时间之后 能够有助于我们同学 对于条件的阅读理解和记忆 好 那么我们的例期就说到这里了